歪了也不会亏的五星盘点 外保底的时候 真的很不开心啊 但我们又无法避免 那么歪到哪星五星不算坏呢 排名部分先后哦 作为常驻之光的草系弓箭角色 在大世界能力非常优秀 尤其是在虚迷地图的解谜 机关 清怪等等 有提娜里在 效率都会提高很多 而且提巴达中 计划队在深渊里 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简直就是当前的版本拿 如果你小保底歪了小题 那么恭喜你真的不亏 2.莫拉 莫拉作为常驻最保值的角色 是水系辅助角色 可以进入各种勇动体系中 负责挂水增伤 打荷包也是一把好手 再加上她使用法器 佩戴一把射错金箔 还能让她成为一个人造奶妈 大世界还能快速跑图 综合能力实在是太太太香了 3.天空之翼 刚开服的时候 天空之翼可是被称为六星神器的 也是天空系列里最争气的一把 就算现在的五星弓箭 这么泪卷的情况下 拥有高暴击率磁条的天空弓 还是有着较高的泛用性的 比如公子 甘鱼 九条都能用 4.狼墨 狼墨是一把泛用性高 且优秀的大剑武器 功能适配度和外挂上 都和狄卢克很搭 魔星前期开荒 如果歪到一个带狼墨的狄卢克的话 那就是天狐开局了 当然除了狄卢克 这把武器基本上大部分的大剑角色都可以使用 5.和破冤 如果说还有武器歪到了不亏的话 那么一定是和破冤 和破冤作为肖的专武 除了肖之外 还有很多长枪角色都是适合的 6.迪西亚 迪西亚作为这两个版本 进入常驻池的up角色 很多老玩家的其他常驻五星都满命的 或者阶级满命的 相对来说 歪一只迪西亚总比其他角色好 如果小保底会歪 还是祝大家小保底都别歪了吧 玩鱼儿身上来吧